大家好 著名的地缘战略大师普保国普达蒂 当初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为了给俄罗斯建设缓冲区 现在终于建设出成果来了 俄乌边境的比尔格罗德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比尔格罗德原来是在乌克兰的东北 是在俄乌边境 此前一直是俄罗斯往前线运兵的中转站 前两天有两股俄罗斯起军向这进攻 拿下了几个居民点 当地的警察和士兵根本无力召架 于是有一股起军在站稳脚跟之后 就发了段视频说要成立人民共和国 号召民众反对普战犯的统治 战争从俄罗斯开始就该从俄罗斯结束 看来仗打了一年多 俄罗斯还真是犹犹血性的真汉子 这两股势力比较有意思 一股是自由俄罗斯 刚才说的组建共和国发视频的 就是他们 这些人的领导人是原来的一位俄罗斯议员 因为2014年反对占领克里比亚 遭到国内各方势力的威胁 无奈之下只能跑到乌克兰 另一股起军是俄罗斯志愿军 主要由旅居乌克兰的俄国人组成 他们的徽章源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白军流亡者拉里奥诺夫的设计 政治倾向也属于极右派 曾经公开宣称拒绝与普京当局 及其追随者任何形式的合作 因为他们身上苏联的影子太重 其实今天俄罗斯那些个白军思想 能够站稳脚跟 真的跟普京关系很大 不过普京玩的比较猛 现在白军不认他了 俄罗斯的白军指的是沙皇倒台之后 苏联建立之前一切和布尔什维克作对的政权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这里边有保皇党 有军事独裁者 有资产阶级临时政党 还有大俄罗斯主义者 白军的叫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布尔什维克是以红色为代表 白是红的对立色 另外白军就以保皇党派为基础 忠于沙皇陛下 而在沙俄时代 白色是皇室的代表颜色 沙皇常被冠以白色沙皇之称 总的来讲 俄国白军其实指在特殊历史背景下 产生了一个阵营统称 并不是一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独立军队 那这些白军阵营的势力呢 在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后纷纷造反 经过几年内战 这些白军被打的是死走逃亡伤 南俄最高军事力量总司令邓尼金 逃亡到了法国 西伯利亚政府的执政高尔查克 全俄最高执政 被活捉 经审判之后呢 枪举 活动在克里米亚的白军首领弗兰格尔 带着黑海舰队的大部分舰支呢 辗转土耳其 最后呢 在法国殖民地突尼斯的比赛大港落脚 因为没有这个经济支持 舰队难以为继 最后甚至要靠卖军舰和炮弹谋生 二十年代中期 这些军舰基本上呢 都被这个海水泡烂了 军舰上的官兵呢 也士气低迷 于是呢 被统一交给法国做拆除处理 原来的官兵也都流亡法国 过了普通的生活 自此呢 海外就再也没有让苏联人头疼的白军势力 对于白军和这些人的这个评价 起初呢 苏联政府肯定没好话 像这个邓尼金啊 高尔查克呀 这个都被打成人民公敌 高尔查克被枪决之后 葬礼都没有 直接扔进了冰窟窿 至今扔到哪儿都是个谜 不过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形象呢 开始有所改观 你比如说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 早年参加过邓尼金的白军 后来看形势不对 开小差出来潜心写作 讲自己的经历 写了一本小说叫白卫军 他提到了这个布尔什维克是天使 而托洛茨基是恶魔 这个时候呢 斯大林刚刚在和托洛茨基的权斗当中获胜 在看到这本书之后 对这个作者呢 大为赞赏 不仅呢 要求文工团把小说改编成话剧 还召见了布尔加科夫 并且呢 语重心长的说 在消灭托洛茨基的道路上 你们白军呢 也立了不小的功劳 连斯大林都这么说了 那整个社会对俄罗斯白军的评价 自然就有所放松 等到苏德战争一爆发 苏联政府一度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流亡海外的那些个白军领袖 不但没有趁火打劫 而是呢 号召民众一起保卫苏联 因为无论白军红军 都是俄罗斯政权 现在的这个苏德战争 让俄罗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甭管以前什么仇什么怨 此刻都应该共同为了保家 为国而战 当初被打成法西斯分子的邓尼金 在海外各地的白俄当中演讲 让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 而且呢 还给斯大林写信 强烈要求重返沙场 为国家而战 而这个苏联呢 对于沙俄时代的元素和白军成员 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这个苏联人把伯罗基诺战役博物馆里 所有的沙俄军旗都请了出来 受给了保卫伯罗基诺的红军部队 苏联政府也恢复了一些沙俄时期的军事传统 通过继承来强化对历史的尊重 以希望获得那些白军和白军支持者的认可 比如说会给一些战功捉住的部队 授予禁卫称号 这个历史传统呢 就来自于这个沙俄时期 不过整体上啊 苏联对白军的定义还是以负面为主 你想斯大林这个人性 对自己人都是能杀则杀 对于这个白军呢 更是打心眼里不待见 所以邓尼金到死 也没有摘掉人民公敌的帽子 二战后 曾经流亡到中国和日本的白军人士 战后呢 大部分被遣送回苏联 而且结局呢 也都是被判监禁 或者直接就枪决了 对于这个白军的这种看法啊 一直到了苏联解体前夕 才有所改变 那苏联末年 社会思想进一步开放 当局在承认不少错误的同时 也开始呢 重新审视历史人物 邓尼金就被定义成了爱国将领 甭管他立场怎么样 都是为了俄罗斯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等到苏联解体 俄罗斯人心浮动 原来的加盟国离心离德 大有这个脱俄入欧的危险 普京为了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把这些白军将领悉数追封为先贤 并受益东正教会 给惨死在布尔什维克枪下的沙皇 尼古拉二世丰盛 潜台词就是号召民众像邓尼金那样打进乌克莱 像高尔查克那样精略远东和西伯利亚 2005年呢 邓尼金的灵鹅运回莫斯科 并且以爱国将领的身份 葬在这个莫斯科顿河修道院的墓园里边 2008年又拍摄了一部电影 《无畏上将高尔查克》 在电影里呢 这个布尔什维克就完全成了反面角色 甚至这个极大地突出 这个白军的这个英勇 布尔什维克就滥杀乌辜 随便杀害军官 然后最后埋葬这些红军和白军阵亡将士的时候 那个埋的人就那个神父 不是得给他们撒什么撒香啊 那什么东正教的礼节我也不懂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在上帝面前不分红白 这就是这个典型的这种 就是大家都是俄国人玩了玩了 就是骨肉相残的战争 就不再像原来似的消灭反同派 不再那种感觉了 这样的宣传 虽然说呢助长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但是呢也让大俄罗斯主义情绪 在国民心中疯涨 苏联解体早期 没人愿意把对外扩张挂在嘴边 但是自打21世纪头10年 民众情绪被煽动起来之后 人们就开始把扩张看得是理所当然 所以2008年 俄罗斯发兵干涉格鲁吉亚内政 2014年强占科米亚 终于呢把自己就混成了 人险狗不待见的问题国家 所以这次别尔格罗德州的起义 这跟当初的白军呢 是有点联系的 属于普沙皇玩火自焚 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宣传大俄罗斯主义 现在呢被这种主义反噬 已经开始有人打着大俄罗斯的旗号反对他 其实你看历史就知道 这个民族主义不能随便滥用 一旦用过火 就会反噬遭暴呀 估计普代帝上学都是历史课 从来不及格 到今天终于尝到了这个滥用的苦果 好了 关于俄罗斯社会对俄罗斯白军态度的转变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